機場管理局公布2012-13年度業績 截至3月底 全年收益為131億2400萬港元 按年升8.1% 全年盈利56億2400萬港元 按年升5.4% 向政府派末期息44億元 多於去年的39億 機管局說收益上升主要是受惠於航空交通量增加 和旅客在零售店的消費所帶動 在會上行政總裁許漢中被追問 有指他擅自更改舖位招標計分法 將客運大樓禁區內兩個舖位批給他屬意的品牌 許漢中兩道爾已經發出嚴正聲明為由 不再作補充交代 我想突顯一兩個我們講過的事情 第一我們內部有既定的機制去處理有關的事情 是經過內部的充分討論的 而且是絕對沒有牽涉到任何的利益輸送的 他又不肯回應機場保安公司行政總裁周富翔 被廉署拘捕一事 機保是一個獨立運作公司 我們理解董事會已經處理有關的事情 我想情況就是這樣 另外機場上年的客運量和飛機升降量 都上升超過百分之四 刷新記錄 每項中說機場第三跑道的環評 預料在明年年中完成 如果順利上馬 估計十年之後就可以投入運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